解封后,志工们再次相聚新山慈激进士堂 酒别重逢的第一项任务 是为印度裔照顾户打包图妖节礼盒 我们的迪巴巴利卡一共是9样,9个物件 我们有大燕麦,然后我们有骨粉,骨骨面 有满满的祝福,有师傅的祝福 有志工满满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港户 虽然少了现场大型发放 慈激人的爱心却从不缺席 随着大麻疫情改善 志工们选择代表正言上人与慈激 亲自将礼盒一一送到照顾国家 因为之前会所是说要给邮寄公司来寄 也是要一笔费用 因为我们两个也有时间也有空 所以我们就打算将来送 这个是要上三楼的 进化打不通,希望还在家 这是一笔的爱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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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,谢谢我们 谢谢 我们志工想会从大咖喃前来寄 做就对了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和脚 直接送到大咖喃后的身上 送上礼盒 照顾户用灿热的笑容 来回报志工的辛劳 有形的礼盒 减轻了采买硬结物质的经济负担 而更多无形的关怀 则给今年图腰节增添了几许温馨动人的色彩 大爱新闻 真上美之宫 马来西亚新商报道